皇上 朕的这个傻侄儿 今日叫他进宫 本来想劝他 暂时不要去前线 扰乱叶昭军心 借口这小子 跑得比兔子还快 皇上 郡王急切的心 也是可以理解的 毕竟 他是要成为父亲的人了 父亲 他哪里有半点父亲的样子 禀告皇上 范大人求见 召 宣范大人觐见 臣范仲淹拜见皇上 拜见贵妃娘娘 臣天猫 拜见皇上 那爱卿 此人是何人哪 此人臣天猫 乃是江阳大道 到处流窜作案 就在前几天 在郑国公府盗窃 被郑国公老太公 抓了个正着 一番拷打之后 说出了不少详情 除了盗取了 衙门档案馆 叶将军的匕首之外 还在西夏 盗取了 冶立玉琪的贴身宝剑 冶立玉琪的宝剑 这是怎么回事 从事召来 是一个叫胡元的人 让 我这么干的 胡元是什么人 大宋之人 岂王信使 岂王信使 是 把他带下去 皇上 这只猫该怎么处置 原本就是一只野猫 放之认之吧 方爱卿 朕派您暗中探查 看看齐王府上 是否有一个叫胡元的人